大家好,我是Stan 1月29号将以正规第二张专辑回归的Yoja Aid 今天1月22号先公开了《先取WIFE》 WIFE是一首结合了时尚感和强烈节奏的歌曲 在MB中能看到成员们穿薄荷色系的服装 以无胞胎的形式展现了轻易而活泼的舞蹈 营造出愉悦的氛围 但是因为歌词有点火辣也掀起了两派论战 部分网友们表示 Yoja Aid是一个自主和自信形象的女团 却唱出你希望我成为你的妻子 并向男性展示性感魅力的歌词 感觉有些矛盾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这是时代逆行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色色的歌词 他们是连小学生也很喜欢的团体 也非常有人气 为什么要一直模仿美国的性感风格呢 个人而言虽然还没有听过主打歌 但感觉这首歌具有主打歌以上的洗脑力和吸引力 这首歌在风格上属于常见的性感诱惑类型 但和他们过去所强调的主题相反 才会有人说闲话 这也是没办法的 歌曲很有趣 歌词虽然充满性感诱惑元素 但MP中却完全没有那种氛围 留下了广泛的解释空间 这次的概念只看影片的话 是连小孩子都可以轻易模仿的 但歌词是什么 真的有汉 希望他们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影响力 姚家艾子的歌曲真的很奇妙 一般不是RAP成员唱RAP的话 很容易会显得尴尬或俗气 但这首歌完全不是那样 反而很洗脑很有趣 可以在歌词中表达性感诱惑 但总是这样做 然后说变态是你啊 隐藏的讯息 这样会让人觉得很烦 小孩子们也会跟着唱和跳舞 应该要加上19斤标签 如果我的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跟着唱这首歌 我会感到非常傻眼 很好听啊 这里怎么这么多道德老师 不喜欢就不要听 你们应该听不了美国流行歌曲吧 像那些著名的歌曲 比如Ping Bang 不都是这样的歌词吗 每天只是用嘴说 Kpop是世界市场的主流之一 看到丑成这样 我觉得草原真的很聪明 看他如何有效的利用 先公开曲来进行宣传 像舒华这样的孩子 真的了解韩语歌词的含义吗 想象着作曲家对他说 大猫狗狗是有着这样的隐喻 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大猫狗狗字典上的意思是摘下来吃 但是这个词有着男生吃了女生的隐喻 也就是和女生那个了的意思 当然整首歌的歌词 跟Nikki Minatsu Katibi等海外女性rapper相比 真的不算是什么 但是按照Kpop女团的标准来说的话 歌词是看起来相当大胆 但正如歌词所透露的 这里隐藏着 But I'm not 这样的后续故事 表明Wife 只是整张专举所传达信息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网友们相信 就像Noodle一样 整张专举中 应该隐藏着某种颠覆传统观念的元素 总之对于姚家义的先取Wif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